因为乌俄战争打了这个大概九个月的时间 还在打 对还在打 而且我已经看不到这个什么叫做战争的尽头 对因为我们一直都会预测嘛 想说这个是不是有个转折点啊 因为原本说这个俄军撤出了这个乌南的这个战略城镇赫尔松之后 应该就会稍稍有一点曙光了吧 应该可以停战了吧 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吧 不哦 现在还是有在继续轰炸这个乌克兰的境内 好不过我们讲到这个11月11号 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双十一的这个光棍节 好俄军已经撤到了地涅薄荷的左岸了 这对乌克兰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进展 好因为这个军队进入到赫尔松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克兰的民众 涌入了市区来升起乌克兰的国旗 甚至当时画面很多嘛 是乌克兰的军人到了这个赫尔松之后 这个老人家或是男生 都抱着这个军人这样子轻他 是这种感觉就是我终于把我的国家的这个师徒 给收复回来的感觉 好当然这个也让这个乌克兰士气大政 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 他就说乌克兰真的是取得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 那无论俄罗斯怎么说怎么做 现在看起来乌克兰就都获胜了 我们信心满满 哇真的是哇大政对不对 好但是俄罗斯对于这件事情他们的总统秘书 这个佩斯科夫就说 这个赫尔松还是俄罗斯联邦的主体 这是法律地位不会改变 我理解他讲的意思 就是之前这个公投入俄的时候 已经是我们的领土了 就算现在我们再多的这种撤退行动 还是我们的领土 那这个就会让全世界觉得有点怪怪 因为跟我们认知上的不太一样 对好那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则说 赫尔松已经是我们的 那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赫尔松 看起来乌俄之间没有交集 对他们就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 好那到底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俄军会想退出撤军赫尔松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就曾经讲过 赫尔松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因为俄罗斯认为拿下了赫尔松 他就可以到这个克里米亚来进行做连接 那乌克兰认为如果拿下了这个赫尔松之后 保住赫尔松其实对他们防止俄军往上攻 其实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战略程式 为什么俄军会宁愿来棄守他呢 好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二月底的这个乌俄战争的时候 三月其实赫尔松这边就已经沦陷了 他其实很快速就被俄军占领了 然后他也算是这个军事行动以来 唯一占领的乌克兰首府 所以他算是一个真的蛮重要的地方 好那当然我们时间推推推推推到9月30号 包含这个卢干斯克 顿内刺克 扎波罗瑞等等这四个区域 还有这个赫尔松一起被并入了俄罗斯 所以情势原本想说 这赫尔松应该是拿不回来的 就没想到后来又翻转 而且是俄军自己撤出的 好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大家来分析几个相关的可能性议题 我们第一个来看说 有人认为是不是这个俄罗斯跟美国其实有政治交换 好我撤出了这个赫尔松之后 那接着你们西方国家要降低对乌克兰的军援 那因为我们之前都有听到美国媒体一直说 这个美国其实有私下劝乌克兰要进行和谈 对没错 对不对 那后来泽伦斯基确实就开出了五个条件 对 说我可以谈 但是我开出这五个条件 这五条件都达成了 俄军我就跟你谈嘛 好你看到第二个 大家讨论的就是 泽伦斯基也在提谈判 提出了五大条件 似乎也是一种放人身段 那但是有人认为说 现在西方的企业对俄国的态度 其实是不太明确的 那也有媒体报导说 这个美国的财务部跟国务院 私下有要求说 像是摩根大通啊花旗银行 要维持跟俄罗斯分公司的一些战略性业务 所以似乎对他们的这个制裁性 没有过往说力道很强 好像私下有做一些不同的交易啦 所以现在美国是不是跟俄罗斯之间 有秘密的在沟通 所以俄罗斯才退出了 我们之前在连线的时候 有曾经访问过这个历史学系的教授 他是一名犹太人 他就在这个谈的视讯过程里面 对于美国其实是有意见 他就觉得说 这一切都是美国的一种密谋 就觉得美国一直在那边操弄 对 他有这种感觉 那好像跟这个就有点不谋而合 但到底是不是这样 其实还没有办法证实 可能我们一般人也没办法知道 但是或许有这样子一个讯号出现 所以大家都觉得现在美国劝河 是不是在做舆情操纵 可是这个舆情操纵是当时11月 这个他们的期中选举才进行的 因为他不要让大家觉得说 拜登政府花了很多的钱啊 在这个战争上面啊 都没有雇他们国内的这个高通膨 还有能源危机 所以似乎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政治操作 这是很多人的解读 好 但是乌克兰跟俄罗斯要谈判 真的是有点困难 我们看到这个欧美如果停止援助了 这个乌克兰遭到反推 或许还有可能 就是乌克兰要跟俄罗斯谈嘛 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人帮助我了 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俄罗斯真的一直遭到挫折 而且内忧外患不断 这也是一种可能 但这两个看起来目前都不成立 对 所以真的是什么时候有一个谈判 这个谈判的曙光也很难讲 好 当然现在俄罗斯仍然是追求 对乌克兰局势的稳定控制 那它可能还会是一个持久战 那很多专家也说 看起来是到明年的春天 可能还会继续打 好 那当然我们还要看到说 这个和平的曙光到底到什么时候呢 目前看起来美国的其中选举 原本说这个共和党可能会大赢 民主党会大输 结果其实并没有 所以目前来看 俄军是不是所有 俄军的所有的军队都已经撤出了赫尔松 很多人也觉得跟美国的其中选举很有关系 那当然美国选举之后嘛 他们就下定决心啊 要反映俄罗斯的战略窘境 可能就跟这一个美国的内政有相关 但是到底如何结束战争呢 其实俄罗斯我看他也很头痛 因为他们现在说的就是说 我们要为了士兵的生命啊 健康为重啊 所以他们就撤出了赫尔松嘛 但是其实里面反叛的声音也蛮多的 所以普京其实应该也是两头烧啦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包含普京嘛 他没有出席G20嘛 然后这个泽伦斯基用视讯来参加G20 所以看得出来现在在这个战争的之下 看美国跟俄罗斯还有乌克兰还有中国大陆 这四方全部都勾在一起 就是一个世界秩序可能会来重整的状况啦 那当然我们就今天带大家来讨论一下乌俄的最新战况 还有一些战略的分析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 现在战争到底进行到什么状态 那我们看完这个严肃的战争话题之后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比较轻松的世界杯足球赛 那刚刚一直有提到说就是这次的主办国是卡达嘛 那他们其实是第一次来主办这个世界杯足球赛 现在就有说啦 他们主办方啊竟然邀请部分的球迷 让你们免费进场观赛甚至还包你吃住 这么好康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因为其实这个费用蛮高的 因为一直有在讲说今年世界杯办在卡达是最豪华的 对我有听到这个世足赛 但是他还包吃住 然后还不用门票你都可以去看 看看为什么 是为什么呢 就是有外媒报导说啊 先前卡达主办方他们邀请了两名的球迷出行 就开幕里并且进场观赛 那同时也提供这个整趟的时速 不过他们这个委员会提出了附带条件 他说你们必须遵守社交媒体的行为准则 什么是社交媒体行为准则 就是说球迷必须在这个社群软体上 像是IG或是Twitter或者是脸书上面发文 然后贴一些你在这个世界杯参加的照片啊影片啊 然后来讲说哇来这里好棒哦 卡达办的世界杯 就是KOL的概念 哦对就是平民版的就是一般民众的KOL 让你去让大家觉得说 哎今年卡达办的世界杯是不是真的很好玩 然后让吸引更多的人想要来这样子 但是另一部分 他说你们这些球迷也要帮主办方注意说 有没有人在社群软体上发一些这种 不太好的言论跟文章 或是批评说我们今年这边世界杯是有什么缺漏啊 或是办的不好这样子 要是这些球迷看到的话 必须第一时间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传给这个委员会跟委员会回报 所以这算不算是一种洋网军啊 我觉得是 类似 但是因为他就帮你帮你吃住什么 你真的讲着你去那边你就不用付钱了 除了你可能自己要买的东西之外 但是你就是要帮他做这些网路上的操作 那有些人会觉得OK啊 因为可能我本来就很常在发文或者是分享事情的人觉得可以 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就想要借着我力量来去操作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要是我真的想要成为这种幸运的球迷要怎么做 那先前这个世界杯委员会他们就有透露了 他们说他们会先从这个60个国家中挑选这个球迷领袖 之后再请球迷领袖帮忙找寻适合的球迷来帮忙 那目前好像是有在进行中了 但是一直也没有明讲说到底真的有找还没找 都是大家外媒的报道跟分析 对但刚刚一欢前面Google Trends有讲很多争议嘛 所以这个这群球迷不知道有没有在做事啊 对 争议还是这么多 所以现在大家就觉得说 这样子是真的对这一个2022世界杯是真的有卖点吗 或是今年2022世界杯有哪些特别的看点 我们这次就请到这个资深体育主播陈牙里来替我们分析 好在今年的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足球赛 我们知道是在亚洲举行 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冬天举行的世界杯 因为过去的世界杯 我习惯当中都是在六七月份 那举行世界杯的足球赛 通常都是在各国的职业联赛 各大职业联赛开梯之前 不过今年由于主办国是卡达的关系 卡达在中东 他们夏季温度可能平均的温度会来到40度以上 并不太适合比夏天的世界杯 所以今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冬天的世界杯的一个比赛 讲到对战组合方面 其实之前大家很多人讨论到 像今年德国西班牙日本 以及各四大一家分在同一组 那这四个国家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足球实力 所以在这一次的分组一组号称是死亡之组 不过我个人认为C组的阿根廷 或者是D组的法国 其实他们在小组赛出现 可能都要经过一番的考验 尤其法国是卫冕军 他们在上一届 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 击败了大黑马克罗埃西亚 拿下他们第二座的世界杯冠军 不过过去 从2002年开始 只要是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队 其实第二年都没有办法能够跨越 这个所谓的卫冕魔咒 都没有能够球队能够成功的卫冕 我觉得今年法国能不能从分组第一组出现 也是我们可以来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最近的这六届的世界杯 其实里面有五届 都是欧洲的球队拿下了最后的大力神杯 就是世界杯的冠军 上一次有南美洲的球队拿下冠军 已经是2002年的巴西了 那当然巴西我们知道 他们是世界上拿下最多世界杯冠军的球队 拿过五次的世界杯冠军 那今年德国有没有机会追凭巴西 或者是巴西能够再替南美洲拿一座冠军 还是阿根廷的梅西能够在他退休之前 替阿根廷拿下一座世界杯冠军 其实这个都是今年世界杯 很多大家可以关注的地方 卡达为了争取办这次世界杯 其实花了蛮大的一辆 也有所谓的一些背后的黑幕 说是不是有贿赂所谓的FIFA国际主总球员 这样的一个丑闻产生 那这些我们不管 其实他们光是办这一次的世界杯 这一个人口只有300万的小国家 号称花了2200亿的美金来办这次世界杯 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记录 要知道在今年的世界杯之前 花最多钱办的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那一届巴西花了破记录的钱 还不到150亿美金 但是今年的卡达他们花了就超过2200亿美金 而且在他们整个国家 我们刚才讲到 它的人口不到300万 然后土地的面积大概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 还不到三分之一 但是为了这一次的世界杯 他们盖了八个国际等级的场馆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这个2022世界杯 除了这些名将梅西跟希洛之外 还有谁是引起大家关注的 其实有一位这个是巴塞隆纳的传奇后卫皮克 但他其实他今年并没有打这个2022的世界杯 他是在这个四足赛前的一场联赛 他就宣布说他要来退役了 那他在这个月的6号的时候 他最后一场球赛 他代表巴塞隆纳出战这个阿尔梅利亚 那他们最终是以2比0拿下了冠军 那我们回顾这个皮克 他这个18年的球员生涯 其实他真的是蛮精彩 蛮厉害的一个球星 他当初是在曼联出道 然后之后才到巴塞隆纳 那他在巴塞隆纳一待 其实就是待了14年 真的就是蛮久 一直到他现在退役嘛 那他曾经替球队拿下这个30座的冠军 然后当时他还有这个队友是梅西 他跟他们一起拿下这个西甲的三连霸 不过他在最近的赛季的时候 他就成了替补 所以也有一个传闻是说 会不会是因为他最近成了替补之后 然后让他自己萌生了隐退之意 不过他先前啊 就民众也有发现说 皮克跟巴塞隆纳合约 是到2024的6月 那他现在主动提出退役的话 其实巴塞隆纳 他就不用去替他付这个15亿的解约金 所以有些人就也有一传说 会不会是皮克他不想要让球队付这种天价的解约金 他有这么慈善哦 对 所以提前退役 因为好像说今年是部分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这个球队也是蛮 经济上也是蛮辛苦的 所以他就是到底是因为说 沦为替补球员让他萌生退役 还是为了球队着想萌生退役 其实大家也都不得而知 但他现在就是退役了啦 对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他 嗯 所以今年世主赛也 他也没有上场这样子 对 但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梅西跟希罗 对 大家还是比较想看 因为他们两个梅西跟希罗 其实也是到了差不多要退役的年纪了 对 因为他们都已经30中了 对 虽然对一般人来说 这还是壮年哦 但是对这个运动人来说不是 对 因为他们每天的 对身体的这种负荷量跟运动量 是我们的可能两倍到三倍 所以他真的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他们的那种折损耗损其实更多的 对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真的也应该好好来休息了 像他们说梅西就几乎是 最后一次参加世主了嘛 所以真的要看他哦 真的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了 今年的世主赛没有错 那我们看完世主赛 那我们一样来看的是 一样是球星 他是美式足球的球星 他叫做汤姆布雷迪 但是大家应该对他的老婆比较有印象 他是巴西的超模纪赛儿 伊伦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是以前维多俩秘密的超模纪赛儿 然后听说他就是走一步 就是美金是超高 你知道他走一个台步 就可以赚超多 比他先生一个球星赚的还要多 不过他们两个人在最近的时候 传出说他们已经要来离婚了 那真的后来有确定离婚了之后 其实大家就是觉得很震惊 为什么两个人就是这么恩爱常常公开出席活动的时候也都很甜蜜 怎么会突然说要离婚就来离婚 那有消息就指出其实这个导火线就是美式足球 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哦 其实45岁布雷迪 他以球员的年纪来说年龄比较大嘛 那大家就想说 这么言而无信 你你是到底是在真的是要退休 还是你要同管球场 是你在讲真的还讲假的 但是他就是确实说他真的会回到球场来 然后继续陪大家踢下个球技这样子 那疑似就是因为这一点让他的太太气炸 就是说你就是明明就讲好要退休 对你为什么又不退休 所以后来呢就离婚了 那大家关注他们的离婚消息 一部分也是刚刚提到的 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是荷包赚满满 对但他们名下的资产也是很多 根据了解这个吉塞尔他的身价 大概是有4亿美元这么多 折合成台币是124亿 那这个布雷迪他大概是3.33亿 比老婆少一点 那换成台币也是有103亿这么多 但是他们两个人这种名下的资产 其实在结婚前就是各自管理 所以离婚后也没有这个要分账问题 但另一个部分是他们两个人 名下有共同的8亿房产 那先前就传出说 这8亿房产要怎么来分配 就评分就好了 但是他们好像就是讲说 哪些地点的房价可能比较高 或哪些地方没有那么高 所以就是分配上有一些问题 那目前传出说 他们已经提到这个资产分配的宣请了 之后可能会交由这个法院这边来协调 那另一部分是说 他们两个人其实共同育有一对子女 那他们说这一对子女的抚养权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部分他们两个夫妻就是比较有共识了 说之后可能会来共同抚养 那也是让孩子就是因为孩子年纪也还小嘛 让孩子说长大也比较不会说缺乏爸爸或是妈妈哪一边的关爱 就即使夫妻离婚了 但是孩子还是比较受到伤害比较好 对其实夫妻离婚 孩子是最难过的 最无辜的 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有要跟爸爸跟妈妈的两边都很为难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